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昨晚下午3時45分左右 11歲的布蘭頓最後一次出現在2號和5號車的地鐵阿勒頓大道站台之內 當時穿著黑色外套、軍藍色襯衣、米色褲、黑色帆布鞋 和背著一個黑色的書包 警方表示布蘭頓精神和健康狀況都良好 之前還未失蹤過 如果有知情人士請打8005778477為警方提供線索 警方公佈一段最新的監控陸像 並懸賞6萬元希望拘捕皇后區森林小優連環中火的疑犯 調查人員希望通過這一段最新的監控陸像找到這一名疑犯 這一段陸像拍攝在上星期日令神 地點位於中央公園大道第69甲112階的一棟建築物滿纖 幾分鐘之後這一棟空置的建築物附近發生火災 自10月20日起這個區域已經連續發生了七宗火災 警方表示這一名的眾火犯不單止針對在建的住宅 同時都將作案區域損在猶太社區 警局首席警官羅伯特博伊斯表示 仇恨犯罪小組專家已經加入了偵查案件行動當中 此外防爆小卓都作為補充力量 為了調查案件提供協助 並原商六萬元提供破案線索 截至目前為止 仍未有人在縱火事件當中受傷 兩日州參議院 前多數黨領袖迪安和他的兒子阿當貪污案的審訊工作 已經接近尾聲了 辯務律師有望於今天懲交這宗案件的建案陳詞 檢察官已經在昨天對這件案做出的建案陳詞 檢察官表示 迪安將自己手中的權利變成搖錢書 和獲利工具並對移知阿當所任職的公司私家影響 給亚當薪金 檢察官還表示 迪安還使用手中的權利從某些公司獲利 迪安和阿當都被指控受賄 抄詐勒索成訊服務欺詐罪名 最高被判罰20年監禁 12月7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日子 為了倡導世界和平曼哈頓交響樂團舉行創團十周年音樂會 並邀請日本友和合唱團參與演出 用音樂傳達愛語和平 這場音樂會 曼哈頓交響樂團 在紐約民族文化音樂廳舉行 創辦人及總指揮新格在上部場開始 以輕鬆的流行音樂和聖誕音樂等曲目 帶來歡樂的過節氣氛 由於這個團即將在月底前往中國進行第五度的巡迴演出 推動中美兩國的文化交流 總指揮新格亦都在音樂會上展現對中國人演出的重視和才華 歌手具有中國風味的創作曲讓出席音樂會的亞裔民眾十分感動 以及熱烈的掌聲 熱愛中國文化的新格表示 音樂無國際透過音樂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 校滿場的節目亦都顯得較為嚴肅 並對日本偷襲珍珠港這段歷史表達後人對世界磨平的期望 新格指出日本有和合唱團創辦人 兼指揮白田正樹的父親 和他的父親在二戰時都分別為自己的國家奉獻成為敵人 但隨著時光的輪轉 今日日本和美國已經成為緊密的盟友 他和白田正樹因音樂結束成為好友 並策劃今次音樂會 希望用音樂來倡導世界和平 用愛來銷離仇恨 日本有和合唱團以多首詩歌、日本歌謠等曲目 讓在場觀眾都感受到音樂帶來的感動和珍誠 辭制基金會紐約分會將於這個星期日舉行年度的東伊發放活動 今年發放物資將以預行的大衣、外套、棉被、手套和帽為主 發放地點包括收入相對較低的保羅倫及紐約分會會所附近的法拉城地區 希望令到生活困苦的民眾能夠過一個溫暖的冬天 東伊發放活動將於這個星期日上午10點分別在保羅倫共收署和紐約分會會所兩個地點來進行 自於1996年以來 每年都向社區民眾公開募集東伊 並針對低收入居民進行發放 近20年歷史中都一如松不間斷 今年將採取重點發放原則 發放物資以預行的大衣、外套、棉被、手套和帽為主 並將手套在位於法拉城及布羅倫的會所進行發放 呼籲有需要的市民按時前往 地址是在布羅倫六大道5721號 法拉城地址是在北方大道137-77號